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第一節的漫迷走人節目 很多朋友都問轉會槍何時關閉呢? 英國的轉會槍將會明天9月1日晚上11時 當地會關閉的 所以現在各大球會還有大約一天半的時間去討論轉會和註冊 究竟我們曼聯是不是已經收工呢? 簽了Antony之後還是還有其他搞作呢?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昨天很多朋友都說還有幾個球員要簽 包括家譜和現在畫面看到的desk 究竟會不會簽呢? 儘管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資訊 首先我們的意浪門將應該如無意外就會來 因為Fabricio Romano也說了 Martin Dubracca 這位將會是我們的意浪門將 體檢已經完成了 如無意外今天就可以正式成為我們的球員 看看晚點會不會有這個官宣 他應該成為我們的意浪門將 而且他既然可以來的話 都應該一定程度上有上陣機會 不然他也不會來 另外Sky Sports的記者Rob Dorsett 就這樣說的 他說其實PSV的逆風家譜 收藍頓曾經已經出過2100萬英鎊的轉會費 去想他轉會 但PSV就軟距了 PSV就企硬 希望可以有2500萬英鎊的轉會費 即是收藍頓欠了400萬 但是家譜很想去英超 當他知道曼聯集中火力去簽Anthony 以及價錢相當之貴 而應該放棄簽他 他是有點失望 說真的 其實家譜還有機會的 因為據問 如果施朗拿到真的離開曼聯的話 只是他的人工都可能 填到這條數 所以 其實如果施朗真的 這天幾的時間之內走到的話 有機會 臨尾簽你都未頂的 我個人覺得 二千多萬簽一個 也有幾個潛質的球員 其實都 我覺得有得想的 儘管看看事情發展是怎樣的 另外 剛才畫面看到的 Sergino Daz 這位Gerard Romero 我跟大家介紹過 他是專門追求那間球會的消息 如果說那間球會的消息 他也算是準確的 他就說那間球會 就不停地想放走這位21歲的球員 兩年前 他就從阿積斯簽入 當時來講 就二千萬歐羅 現在可能他想打個和 我看他的醜樣 但是 他已經在那間球會 沒什麼機會上陣 其實他跟 Tankard也有些關係 因為三年前 就是 Tankard在阿積斯 給了他 一個地標戰 所以 現在傳他 都未嘗 沒有原因 但是 我之前聽過 很多朋友說 他的雙柄 都要留意 都是一般 這個球員 波底不錯 但是雙柄 比較差一點 還有 這個傳聞 Gerard Romano 就說 要看雲比沙家 可不可以離開 萬聯 暫時來說 好像水晶宮 和韋斯咸 已經落過必 但是萬聯 又不肯 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還有 其實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認識 Dex這位球員的朋友 究竟你覺得 Dex是否真的 比雲比沙家好 計算上傷的情況 是否真的得好 比對方 比比 一定程度上的 競爭能力 比雲比沙家更多 因為 因為 我認為 Dex是不錯 但是 還需要再進步 Dex會不會 給他的壓力 那是想問問大家 因為 雲比沙家更多 因為雲比沙家 沒有什麼進步 另外Sky Sports也有說類似的情況 也有說這位美國的球員 也是坦克帶他出身的 但是說真的我們經過敵裝事件之後 我就覺得究竟他之前是不是真的教過 是不是帶他出身給地標戰 這些可能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看看那位球員本身 因為之前就說過 Dex就不想離開 所以這個情況就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這位Johnathan Strack 這位記者就說 晚聯很想保持斯丹 因為他現在跟一隊訓練 但是比賽也在於21 做出一些比賽 昨晚那場的杯賽他也有落場踢 就說他有很大機會 在好杯或者杯賽上陣 所以現在這一刻就不會外借 一月才再考慮 坦克對他很有興趣 其實這個就一直在 貴城賽的時候一直有傳 坦克對斯丹 很有好的感覺 還有希望給他機會 老實實 我們暫時現在這一刻 各位的萬聯球迷都很相信坦克 因為他買了幾個人回來都真的用到 我亦希望斯丹是其中一個坦克會用到的球員 我也是說一句的 這類型的球員 就要看 世界杯之後 機會大不大 他跟加拿組都是一樣 我自己覺得 當然我這麼喜歡清訓 當然希望他們可以做到 接著說另一間清訓 就是James Gardner 看來 初初我們就估計 坦克對他會不會 有機會給他呢 看勢就慢慢的了 因為 根據BBC的記者 Simon Stone所說 三間英車的球會 李斯特成 愛華頓和收藍頓 都對James Gardner有興趣的 萬聯就已經 跟這位球員講 James Gardner講 如果他要離開的話 是可以的 即是說 留隊機會很小了 有點可惜的 我對那句 賣走他 都沒辦法的了 但是希望有回 回購條款 萬一他真的 在其他球會繼續進步的話 就可以有機會回來的 另外Football Insider就說 李斯特成 現在暫時 找Gardner去的機會大一點 大家留意 如果Gardner 應該 是會賣走的 不是外借那麼簡單的 所以大家 喜歡James Gardner的朋友 可能 他代表萬聯帖的機會 就越來越小了 看看這日半的時間 怎樣 如果賣不走的話 會不會用他呢 可能是杯菜 我猜 但如果始終 他不是他那杯茶的話 用他的機會 始終 就很小了 好啦 大家要看看 順不順Simon Stone 因為Simon Stone 昨天寫了一篇文 他就說 萬聯 始終千辛萬苦地 就簽了Anthony 也都 價錢相當之貴 但是始終他們 萬聯 都是開心的 可以 終於簽到他 其實 在這個期間 阿積斯 已經是 幾次遠距了萬聯 即是不停加價才能買到 其實 坦克對Anthony 情有獨鍾 很想他加盟 儘管看看 究竟他真的能幫到我們那麼多 還有晚一點 我會再做一節 再做一節節目 關於Anthony 他跟尼瑪 原來也有特別的關係 究竟尼瑪 幫他出個聲 究竟是甚麼事 晚一點第二節 跟大家分享 因為 萬聯覺得 他的 強項 技術也有 而且他很強壯 最重要的是 他很想贏這個心態 其實你看到 坦克簽的球員 都是看他的心態 這件事他也有說過 而實際上你看到也是 無論是馬拉西亞 阿力神 甚至大家現在很喜歡的 馬天尼斯 這幾個球員 都是在心態上很厲害 加斯美魯不用多說 我剛才聽了一件事 原來加斯美魯 踢這個防中位 在西格踢了那麼多年 是未拿過紅牌 這件事真的非常神奇 當然我們簽了這幾個球員之後 萬聯就會覺得 轉回槍簽了這位 劉加素的門將就結束了 只會 他 不會再簽球員了 究竟 BBC的Simon Stone是對的 還是其他Sky Sports 或者其他記者是對的 我們還有一半時間就知道 當然 Simon Stone 就看漏了一件事 就是斯朗走不走 除非Simon Stone 覺得斯朗一定不走的話 我也挺同意 他說不再簽人 這件事 但是如果斯朗真的走的話 其實簽人 還是有機會 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看的 還有記得 如果你熟悉Sorgino Desk的話 就跟 留言說一下 究竟你覺得他好一點 還是雲比沙卡好一點 感謝各位收看 這次是這麼多 拜拜